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天两便士 当海军的 一天能得到两便士的工资 一个木工的工资呢 每天可以得到6.3便士 一个南普 他的那个年工资呢 约在170.73便士 至292.68便士之间 一个女普的工资呢 你一年呢 大概可以说121.96 至146.3便士之间 所以我们给大家这样一些数字呢 当然听起来很不耐烦 但是呢 我们却可以很清晰地告诉大家 当时的钱能挣多少钱 当时的人用这些钱可以买多少东西 哪些价格比较贵 哪个国家的价格比较贵 哪个价格的物价比较便宜 一般来说法国的东西比较贵 现在也一样 现在法国东西也贵 那么当时呢 那个英国的东西比较便宜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谈第三个问题 我们要谈的第三个问题叫国际贸易和资本积累 当时的那些人呢 积累了那么多的资本 他不能仅仅地在短距离进行贸易 短距离没有那么多市场 他必须开辟更远的地方 这就出现了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呢 和哥伦布航海新大陆的发现有关 新大陆发现以后呢 欧洲的一些国家呢 就搞了海外殖民 然后从殖民地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和贵金属 同时促使欧洲人的思想发生变化 促使了社会对经济活动的限制开始松绑 促使了欧洲人呢 开辟国外市场 那么这样呢 就出现了长距离的国际贸易 当时进行国际贸易的呢 除了欧洲人还有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是东部的大双人 他们建立了从中国到地中海的中转贸易渠道 控制了香料和几乎所有其他东方双品 对西方的贸易源头 胡椒 生酱 珠宝等多方物品呢 当然就可以给双人带来巨额利润 而且很容易运输 为什么这么说啊 因为你看胡椒这种东西卖得很贵 我们刚才说到那个欧洲货币的时候 我说一个英国的安格就是巴士便士 他可以买一千多个鸡蛋 但是买胡椒只能买多少 只能买1.47公斤的胡椒 那么那个叫香料呢 还有东方的珠宝啊 这些东方物品呢 给阿拉伯双人带来巨额利润 而且很容易运输 国际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呢 在当时啊 可以说就是东西方贸易 南部的印度 是从远东贸易的一个路口处 远东是什么 就是亚洲国家 中国什么的 那么15世纪中叶 有两条路线可以到达欧洲 第一条路线呢 是从波士湾的霍尔木池 把货物装上船 经海路到阿拉伯河 然后到巴斯拉改用车马队来运载 那么到了巴斯拉的时候呢 又再分为两路 一路呢是通过车马队 通过沙漠 到达大马斯格 或者呢到达一个地方叫做阿勒普 然后到达地中海 这是一路 另一路呢是从北方走 到达黑海 那么到达黑海一个港口呢 叫做特列比中德 那么在这项的运输中呢 威尼斯人和其他的意大利人呢 就建立了贸易据点 他们从阿拉伯双人那里得来的货物 他们把阿拉伯那里得来的货物 运到了更远的地方 他们从事的黑海贸易 不仅是意大利人 还有俄国和其他北部和中欧的国家的双人 这些双人呢 就把货物放到了欧洲北部的各个商业点 这是一条路 第二条路呢是通过红海进入欧洲 那么这条路是比较复杂 从南印度启航的路呢 那个船呢先到那个吉达或者雅丁 然后再用小船把货物经过红海 运到苏伊士 在苏伊士改用车马队运到开罗 从开罗再用小船进尼罗河 运到亚历山大利亚 那么最后运到温尼斯 那么这个就一些路线 那么到了1500年时候呢 欧洲国际贸易的路线和以前两个世纪的路线 基本相同 还是走这些路 那么北意大利和那个富兰德 是欧洲最发达的都市和工业中心 这些城邦呢都是与欧洲市场的尼龙衣服的供应者 北意大利是丝绸和其他贵重衣料的生产地 和福德兰呢主要是纺织品 主要是亚麻布啊 世代啊和花坛的生产者 所以那些呢都经营一些纺织业活动 这两个地区也用先进的造船业和金属加工业 你比方威尼斯 它拥有地中海 那个祖国的那个岛屿和对中贸易的垄断地位 那么威尼斯也是那个香料 和那个其他奢侈品的生产和转 和那个贸易的中转站 那么这个贸易发展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就是增加了那个双品交换的规模 第二呢就积累了大量的资本 这种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呢 就被我们称为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 原始的资本积累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讲第四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呢叫做资本主义工业的行情 那么那个市场经济的发展 货币经济和远程贸易 那么这样一来呢就带来了资本主义 那么资本主义工业呢 首先就是资本积累 欧洲秀资本的原始积累呢 很大部分是来自于美洲的经营 这呢和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和一定程度上的 垄断了对东方的贸易是很有关系的 1519年和1521年年间呢 西班牙征服了墨西哥和秘鲁 1531年呢 它开始掠夺那里的经营 到了1540年就开始组织在美洲用新技术来开矿 我们知道西班牙呢 那个民族呢 是一个对外殖民走得很前面的 那么我们知道在那个美洲有墨西哥那里 它本来有个玛雅文化 但是后来呢就是西班牙征服者 那把它摧毁 西班牙海外得到了另一笔巨额的收入呢 是来自于贸易 在对东西方的贸易中呢 西班牙国王走得很前面 他主要是靠收税 在国际贸易里他要收20%的税 这样一来呢 西班牙就从海外贸易中 获得了巨额的财富 但西班牙国王却不能保住这些财富 这是因为西班牙的军事开支庞大 他在意大利一半地区驻有军队 因为意大利有个国家叫拿普勒斯 基本上西班牙控制的 并且因此与尼泰兰进行战争 而且在台高筑 从海外得来的经营呢 只能为其作为政府开支 作为抵押 另一个问题呢 西班牙本身没有什么双业和工业的基础 比较落后 那么西班牙的双人和银行家 以及他们拥有的资本 都不足以组织大规模的国际贸易 更没有足够的货源用来出口 所以有经验的那些双人啊 那些资本家啊 银行家啊 就可以从其他各国进入到 其他各国的那些人呢 就进入到西班牙去了 他们带来了技术和经营的方式 帮他们来进行海外贸易 那么西班牙出口的双品主要就是尼龙 橄榄油 那么这些物品出口根本无法平衡 西班牙的进口 那么在国际贸易中呢 就出现了巨额的逆差 西班牙怎么办呢 就从美洲掠到来的金银作为支付 那么这样一来呢 那些金银从西班牙 拨来的那些美洲的金银呢 结果就流露到 通过西班牙流露到意大利的 勒纳亚 尼德兰 英国 法国和南部德国 所以海外的财富呢 没有被西班牙用来 进行本国的工业和农业建设 却通过西班牙 变成了其他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 可以动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发展 从中世纪开始 那样一种资本积累呢 海外来的资金 还有呢就是那个贸易 得来的巨大垄断 结果呢就推动了原始资本积累 那么有了一定的钱以后呢 就要发展工商业 因为商业发展呢 就要出口了 出口就要发展工业了 工业发展呢 不像贸易发展那样具有戏剧色彩 因为工业更是实打实的事情 大致来说呢 欧洲工业呢还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这也不是完全从生产的技术发展开始的 主要还是调整了经济的制度 这就是经营方生产的方式 有了很大的改变 就是用一种叫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成为主要的一种生产方式 这种制度首先是欧洲首先开始的 在当时的世界上其他地方呢 还很少见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呢 学术界有很多讨论 资本和资本主义 在不同的时代呢具有不同的含义 资本就是生产资料和货币 但在那时资本是财富积累的一种方式 货币资本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用这种商品可以进行价值增值 所以资本主义呢 则是一种因经济制度 基础是私有财产所有制 要求用理性的方法和资本 通过双品生产和市场交换 来获得巨额利润 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紧密联系的 如果仅有巨大的财富 而不进行双品生产 那还不是叫资本主义 那么资本主义代替了行会生产的原因 就是它能提高生产效率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首先是银行业的发展 然后就推进到商业和矿业 最后在农业中得到补给 那么这种经营方式呢 那个给私人公司的发展提供条件 那么怎么投资啊股份资啊 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呢 被证明是一种能够迅速带来财富的生产方式 它比封建的生产方式远远进步 在这种方式兴起以前 正常的财富呢 就是靠开发自然资源获得的 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却是通过社会资源的开发 和合理的组成来获得巨额利润的 那么只有少数人能够拥有财富 知识和权利 这就使得富人们能够寄生于上层社会 在那个时候呢 人们已经能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首先是为富裕的人士服务的 是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很重要一点就是组织其中 近代的公司 那么双人们为了进行远距离贸易呢 就结成了股份公司 这种组织与家庭企业相比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公司是由一个法人 公司是个法人 公司可以签订契约拥有财产 公司以资本为基础 利润和风险呢 就是根据投资者进行多少 而进行分摊的 这样就减少了风险 有的公司呢还发行股票 这者公司可以大量的吸收资金 大大超过了几个投资者的资金 这类公司在集资方面呢 拥有优势 出现股份子的公司 还把双业活动的风险呢 就平摊到每个股东身上 由于资本是集资的 所以经营活动 不会因为某个企业家 或者家庭成员的去世而终止 在以后几个世纪中呢 这种公司制度被证明 是很有发展前途的 在现代的欧美国家呢 最大的和最重要的石油企业 都是采用股份子公司 这样一种形式 另一个特点是公司的所有者 与公司的管理者相分离 那个所有者成董事长 那个管理者成经理 这种之后发展导致公司内部管理机制的一种变化 公司啊 管理者经理所掌握的 公司开始雇佣专业人员来管理企业 这就出现了一个层 叫做管理阶层 公司的领导人还该是卷入政治活动 那么许多经济问题 是通过国家立法来进行 那个进行管理的 保证的 结果呢 公司制度就发展成为经济的一根杠杆 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呢 并不仅仅限于商业 在工业生产中 它也被广泛应用 比如那个 富兰芒和意大利的纺织业中 那么那个在威尼斯的造成业中 在英国的尼龙业生产中 都存在这样的公司制度 公司制度的好处有三个 一个可以短时期募捐到大量的资金 一个呢 风险平摊 一个呢 进行专业人士的管理 那个出钱者只是股东 真正掌握的权力呢 是很精通业务的专业管理能源 这样一来呢 公司就发展起来了 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和中世纪的手工业生产 它是很不相同的 那么这个不同之处呢 就是它实行了规模性的生产 在农业占主导地位的中世纪 有的工业产品是由某个个体进行生产的 规模很小 形成不了效应 那么资本主义呢 为了双品进行大规模的生产 大规模生产以后呢 它的成本就下降了 这个呢 是它的第一个区别 那么还有呢 大企业开始了 大企业在质和量 两个方面都要进行保障 结果呢 这就导致了 印刷术 演练术 这样新兴企业的发展 文艺复兴实际很繁荣 很大的程度 也是以新兴的工业 作为基础的 以印刷业为例 它是手工作坊呢 已经乱位于工产化的生产 为了提高利润 工家们联合起来办工产 印刷业呢 较早就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行业之一 原因是印刷业在当时的欧洲 属于新兴企业 行会的束缚呢 就不如老的企业那么厉害 同时建立印刷产 当然需要大量的投资 而且所需的原料也比较复杂 需要金属纸张 企业也要比中世纪大 往往需要不同的工种比较复杂 来进行印刷啊 复读啊 装订啊 教掣工作 但是印刷业却有个有利条件 它是和市场紧密联系的 你印出那么多的出版物 你要卖出去 而且你可以远距离的贸易 而且你这种书籍啊 它还可以长期的来进行销售 并不是说你放时间久了 它就要坏掉 今天买了这本书 明天还可能买这本书 那么所以呢 它是个新兴企业 它是随着欧洲的发展 欧洲对文化的需要 而成为新兴企业的 那么其他几个重要的领域 就是纺织业了 矿业和造船业了 你一看当时新兴企业重要的 一个是纺织业 一个是矿业 一个是造船业 我觉得所谓近代的国家制度 除了刚才所说的一些政体啊 政府形式之外呢 国家统一之外呢 它还需要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一个 它是民主 民主成分逐渐上升 另一个 它是支持发展近代的工商业 只有这样的才能看到 它叫近代国家 那么从我们刚才意大利的 明显宽的那个例子来看呢 政府不惜出动武力 为经济利益而作战 这就看到呢 这样的国家呢 是一种近代的 支持本国工商业发展 不惜在外进行战争的 这样一种国家性质 那么资本主义发展的 另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就是对经营的管理 对货币的管理 这叫做 这种管理呢 叫做资本主义金融业 在十五六世纪呢 银行和金融业呢 有所发展 当然在佛罗伦沙 美第级家族银行 它是一个典型 美第级家族 控制下的一个银行呢 它不再是中世纪的 所谓钱庄 而是国际性的金融机构 在佛罗伦沙 在威尼斯 在罗马 在阿维农 在布鲁日 在伦敦 各地的设有分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